老姑娘 人们走过她的长方 都要留恋回头留恋的张望 李世伟 各位 如果有一位美丽的姑娘打从您身旁走过 您会不会忍不住回头不断的张望呢 非常好 谢谢您 您的答案呢 非常的诚实 也够坦白 不过 小心 您很可能犯下许多人都曾经犯过的错误 这个错误 它的名字就叫做美丽 什么 美丽有什么不对 连同老夫子都承认 实色尽也 兄弟在下我 顶多不过对美丽的姑娘 多娘两眼而已 难道 我错了吗 多不要两眼 当然不是什么罪过 但是 如果您 有万贯家财 如果您 是高官显贵 如果您 也大权在握 或者 以上三样东西 您通通都有的话 我来说 您啊 八成会犯错 而且还做一个凶呢 对吧 您不相信 好 没关系 咱们就来翻江岛贵 引进据点 对吧 说几个小故事 好让您琢磨琢磨 哎不孝 就是不孝 东王为了取悦他 让人到京城附近的风火台上 点起了风火 驻守在四周的诸侯 一见军王有难 于是抬不及 率领三军火速到着京城去 就驾 结果弄了个漫天 才知道原来是一场恶作剧 老子一看 嘿 一把火 千军在哪 把这个七魂八素 乱七八糟 糟于是他放心大悦开怀大笑 周一王一看 这个好玩 哎 这个游戏于是就一二再再二三的演了好几套 等到有那么一天 敌军呢 果真就丁宁丞下 丁室说我一再担心 周一王说风火放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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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侯们一看 那个大王啊又在玩那个狼歪二的游戏 咱们卖下屁了 于是打掉空中暗兵不动 可惜呀 西州就这样 王国 第二个故事 主角 叫做吴三桂 他是个骁勇善善的武将 明朝的崇祖皇帝 派他到山海关去 担守清兵 本来呢他来做的蛮圣直的 后来李自成 打进了北京 抢走的吴三桂的小老婆陈元元 吴三桂一看非同小可攀一路之下 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 把清兵引进来 好让他跟清兵一起联手 反攻李自成 结果呢 神兵原是抢回来了 明朝呢 也跟着玩了大门呢 后人呢 有一句话说 冲冠一路 未同也 这指的 就是他 吴三桂 不好意思啊 三桂将军 还是我们家的同中呢 第三个故事 叫做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你看 我就知道你们耳熟能详 记忆犹新 所以啊 详细的状况 我就不细表了 重点是 故事里头的男主角 是个政治人物 前存自己 自从有了这个礼物以后 白山倒海的压力 放这条了 必走国外 在不坏也走透无路 就按人回到家乡 在家里他要面对一个厚岁的家庭 在政治圈子里头呢 就销声已急咯 既然 有人已经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 那么 是不是 从此天上就不再掉下礼物来呢 不 各位 您只要翻开 报纸 打开电视 您就会发现 这个天上的礼物还是好玩的 大家抢得起 就拿香港有一位知名的电视明星 电影明星来说吧 平面的媒体刊登了他被狗仔队跟拍的照片 于是打皮的记者蜂拥而至 冲吞他 这位先生啊 躲了好几天之后 终于 面对着镜头 悠悠地说了一句 我 犯了一个 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哎 我说大哥啊 你把爸干嘛 你自个人干的好事 都当你爸的干嘛 男人都偷偷给拖下水呢 各位 香港的影星干嘛 有这个胆子来泄露男人的秘密 我可不清楚 不过 从前面的故事当中 我们似乎可以推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 男人呢 如果有钱 加上位高权重的话 若是遇到的美丽的女人 她连活都不要了 还在拖这个烧汉洗衣的 很臭吗 所以 下一回 有个美丽的姑娘 打从您身边走过的时候 您 是不是还 ุ有的美丽的美丽的忠王 大家好 今天 今天吳慧友给我们这个有趣的主题 美丽的错误 让我们的观众还有我 非常惊奇的是 以他这样的人气 竟然能唱出这么美妙的歌帅 让整天这么演奏式的一个说理的故事 以故事来说理 你讲的这么有趣 我想我们的吳慧友 在今天不只是说他自然的身体语言 更重要是在于他生命的语调的变化 还有他诚恳的眼神 整个的演讲的表达 这是他做的很好的部分 我相信很多讲评者已经谈到细节 我就不多说 我就根据一个故事式的一个修理 这样一个架构跟这样的内容 我想整个演讲的价值就要传递 美丽的错误就是要让我们男人小心 男人警惕 逆人要注意 当然在一个故事式的一个说理 很重要的是一个说理 再来是一个说服 更重要最后是一个激励 我们做一些行动 那整个来讲我想吳慧友他用三个故事从故事后一直到现在的电影明星 这样来一个跟我们说服税理透过他一个很漂亮的好奇很美妙的歌声让我们完全融入完全能接受 我想他在说理跟说服已经非常棒了 那我们真的谢谢他 那最后的一个激励行动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很可惜他故事上再多了一点 我提供两点真理 第一点呢 像我这样的年纪我想我比他年轻一点 那我们已分了 如果能以个人的故事来阐述这个美丽的错误 我相信会更有说服力 因为我相信不会有 现在一定有权 还有有权甚至还有血 这可能是他心中的痛 如果以这个故事来说服 我相信白是白 第二个部分呢 我要强调是在最后的激励行动 很可惜是前面三个故事讲得多了一点 如果在后面的部分 能基于我们说美丽的错误 谁说美丽的错误呢 像我们已经结婚了 在家的家花有点比野花香 对不对 家里的老婆有点美丽 家里的老婆这个美丽绝对不会错误 对不对 如果后面做这样一个总结 我相信整个的演讲 就是有一个美丽的错误可开关 最后来带动我们一个行动 所以整个来说 不会有 我真的很钦佩 你用这样一个三个故事 带动我们进入到你整个故事的情形 这种明明很大的错误 我们期待你 下次正所谓的演讲 是不是 这一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在一起的演讲 很明确的用了几个小故事 指出男人最美丽的错误 那我在下面听了一支汗言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一起演讲 展现非常高的演讲技巧 首先我们再看他的整个演讲技巧的部分 其实他非常有自信 这是第一点我觉得他很棒的 再来就是他准备的非常充分 我相信为了这一次的示范演讲 他整个台风非常的稳 那接下来呢 是在他内容的部分 其实他一开头 就用唱歌去点出他今天要讲的内容 相信这会非常的吸引观众 那再来就是 整个内容的部分 他带了很多小故事 到我们这些身为男人的 到好好的姐弟 不要再去犯这些美丽的错误 那当然呢 其实在他的演讲 虽然已经有很相当的程度 不过这边我还是有一些小建议 由我的经验 来跟你分享 那希望对你会有些帮助 首先第一个 我建议你一定要小心的 就是你的手 希望不要插进去口袋里面 对 因为这个 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讲 会觉得这样很没有礼貌 尤其是如果是参加比赛 可能評審就会马上开始扣分 所以第一个是你的手的部分 不要 记得不要插进去口袋 第二个呢 还是在于你的手势的部分 其实我会看到你有很多 无谓的手势 虽然你讲了一些故事 可是你并没有办法 把你的手势 完全融入到你的故事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 我们会觉得你的动作 会被局限在这一局里面 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发挥开来 让观众深切感受到 你要表达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感觉 最后呢 最后呢再 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说 在内容的部分 其实啊 你讲那些小故事 大家都耳熟很小 身为狼狼的 我听到这些故事 其实一点警惕都没有 如果真的要警惕 其实你要举自己的例子 现代 现代的故事 或是自己的例子 那大家呢 诶 听到你的故事之后 会觉得真的 哇好注意 以后不要再犯这些错误 所以我相信 你可以通过 把自己的故事加进去 来让你的整个演讲 比较有说服力 而不要说只是 代别人的演讲 那最后总结 我觉得 很喜欢你的自信 还有在台上的台风 那其实如果你可以再 稍微加强你的手势 还有你的内容 带一些自己的故事 那我相信 其实我们也看过在台上 做过一些比赛 为了能让你更精进的话 你把 可以商讨我这些建立 相信 下一次在台上看到你 一定可以让你观众 更感动 主持人 行家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我们的影响者 从他的歌声出场 马上就要辱获 所有听众的心 这么所谓公公欣为上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场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他的版文 他的开头版文 到最后的结尾 前后连贯 以契克者 在这边演讲的内容 相当的丰富 而且配合了他的肢体动作 哇 让我们欣赏到 好像这边演讲 是经过在我们大会里面得奖的一篇演讲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台风 在他的台风的处理也是非常棒 怎么说呢 在全国大会的会场里面对了数以百计的观众 想要克服几张 他绝对是一种达乎深的学问 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演唱者的处理 他的确有一点我高手的表现 这边演讲 整体而言 他是一边 他是一边 想 假如这边演讲有相当多优点 那接下来我们给他一点小小的建议 但这边 演讲者 有一点 有一些方面他似乎没有想到 我们来提供一下 给大家一点回顾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演讲者 他似乎在时间的掌握上 好像没有掌握得很好 因为他有了三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他形容得非常贴线 导致于第三个例子 就没有办法讲了 那接下来呢 也影响到他的结论 他的结论告诉我们 天下男人只要有了钱 有了权势 好像都会犯了天下 到时候一定会犯错一样 那这个状况呢 就我来看 在结论上 似乎少了那么一点点 假如说他可以在他的结论上面 再多加一点 哦 那这时候给大家再来一点呼吁 我想 这个建议应该会给我们演讲者 提供不同思考 虽然 给了他一点建议 但真的有点正面讲 还是相当的吧 假如说我们演讲者 能够在观念上 在技巧上 能够多做一点点的修正 我想 他的演讲 将来肯定会更精彩 更出色 让我们拾目以待吧 是不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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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